文蛇式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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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什么叫蛇 文蛇式辨 生蛇正式的学名 中文来说 大藏包疹 英文叫Shingle 或者Herpes Zoster 这个病毒主要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 病毒的名字叫做Varicella Soster 这个病毒可以引起两种病 其中一样就是我们经常听见 小朋友会出的叫Chicken Pox 水斗 另外就是这个所谓Shingle 或者叫生蛇 为什么会生蛇呢 有很多原因的 根据加拿大统计来说 人口里面有三成的人 都是在一生里面有机会生蛇 但根据年龄的关系来说 年纪越大生蛇的机会也是越大 统计也提出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 有一半都有可能会生蛇 生蛇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以前曾经是出过水斗 那水斗好之后水斗这个病毒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叫做Varicella Soster 那种病毒就会是遗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躲起来的 那到你某段时间 比如你刚才说年纪大了 或者你当时身体的情况变差了 很多时候来说有些人 比如是五十多岁 那工作压力又大 作息又不是很正常的时候 那这种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就会走出来作怪的了 就是会引致生蛇的 那现在就讲一下 生蛇的风险因素是什么情况下 有机会是容易会生蛇呢 那刚才第一个就提到就是我们那个年纪问题了 年纪越大你生蛇的机会就越大 那另外也都是有些人有一些长期的病症 因身体抵抗能力差 或者是吃着某些药物 例如有些人现在是吃着抗癌的药物 或者是类固醇的药物 引致你的身体抵抗能力差 那也都有机会是会生蛇的 那生蛇的症状是什么呢 通常来说在我们发现有之前 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开始觉得有点痛 有点痕 有点针刺的痛 通常大概是三至五天之内 就会出现一些小水泵 这些小水泵出了之后就会越来越痛 那生蛇来说也是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它会在我们身体的神经线那里 我们的神经线就是我们脊椎在背部 然后就向我们两边的身伸展出来的那些神经 所以那些红疹和水泵就是跟着我们的神经线 好像一条圆围住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文叫它生蛇 因为形状好像一条蛇那样 如果生了出来之后 第二边也有的话就会死就是不一定的 但是通常来说它是影响到我们身体某个部位 看看影响到哪个部位 例如最常见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胸腹部 那些地方最主要都是影响到我们痛 但是如果我们生蛇影响我们的神经线 在我们的头部或者面部 就会比较严重 多些问题了 另外如果我们普通来说 生蛇是影响我们一个神经线的部位 或者是两个神经线的部位 都是比较简单一些 有些比较严重性的话 就会影响多个神经线的部位 那些就会比较严重一些 和麻烦一些 生蛇会不会传染 最主要就是生蛇的时候 刚才我说过的其中一个症状 就是会有些水泊 接触到这些水泊 就是会传染的 这个水泊通常大概是五至七天就会干 干了之后就不会传染的 那接触到这些水泊通常 你会不会惹到蛇呢 是不会的 因为你接触到这些水泊通常 如果你还没出过水泊 你就有可能会传染到生蛇 但是如果你是还没出过水泊 就算你接触到这些水泊通常的病毒 都不会引致你生蛇 那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分别了 生蛇有什么问题或后遗症呢 最普遍来说就是痛症 生蛇本身是很痛的 但是有些痛症就延续到 一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仍然还是有痛 因为这些是神经性的痛 普通的止痛药未必帮得到它 那这个就比较多些问题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 生蛇很多次都跟年纪有关系 通常年纪大的人士 本身已经是有一些其他的慢性病 吃着一些其他的药 而因为他觉得后遗症的痛是严重 而再加了一些药给他吃 那就对他自己本身吃的药物 可能会有些影响 加药、减药、改药 令到这个患者的情况 就会很容易愈来愈差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的后遗症就是 在这个生蛇是哪个部位 例如刚才提过 如果这个生蛇在面部 在眼部的附近 它也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到眼睛会发炎 甚至会有盲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部位影响到耳朵 或者脑部的神经 也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我真的生蛇 或者是担心我现在生蛇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就应该立刻去找你的家庭医生 那如果医生看了你之后 问了你的症状 那有些叫做抗病毒的药 如果可以在48至72小时之内 开始服食 是会减低了你的症状 和减低了你的后遗症的可能性 那这个抗病毒的药 就是让你的家庭医生 可以跟你解释和开给你 那另外之前说了 这个症状最主要是神经的痛 那医生也会开一些 专与神经痛的药物 因为普通的止痛药 是未必能帮得到的 那另外其他配套的药 例如是止痕的药 甚至影响到你睡觉的药 可以帮助一下你 那这些就是 如果你真的生蛇 那最紧要就是 找你的医生 让他可以帮到你了 那我们怎样可以预防到生蛇呢 那基本上是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你接受了水痘的防疫注射 可以防止到你生蛇的时候 那些就不会有病毒残留在你的身体里面 第二个就是 现在都有一些防生蛇的疫苗 那现在有两个疫苗 一只就是在2006年 就是政府已经许可了 许可了 另外一只就是在2017年 政府许可的 那这两只的防止 预防生蛇的疫苗 是会帮助到你的 是不是打了这个防蛇的疫苗 就不会生蛇呢 也不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打完疫苗之后 再生蛇的话 它会减低了你的症状 和你的后遗性的可能性 那刚才我说了 有两只疫苗 现在是在加拿大准许使用的 第一只叫做Sotrex 那这一只就是2006年 已经是在加拿大容许使用的了 那在2016年 政府也都是在这种疫苗 就是免费注射 65至70岁的老人家 可以免费注射这一只疫苗 那这一只疫苗 就是说它有效期是会有五年 但是暂时也都不需要 说要再打多一次 或者打多多少次 那根据过往那些记录来说 大部分的人打了这一只疫苗之后 都没有说再生蛇 但是2017年出了另外一只 叫做Singris 那现在来说 因为十几年之后 科技都进步了 那这一只现在不是政府包的 是要自己给钱买 是要打两针的 根据他们的研究 就是效果是好很多的 所以现在来说 如果你看到你的医生 医生可能也会跟你说 打这一只疫苗 那也是政府会鼓励 我们的人士50岁以上 你出过水痘 或者还没出过水痘 都可以打这一只防疫注射的 不过水痘